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你已经五季有了 我感觉是有一个感觉 你每一年夏天的时候 谈了一场限定的恋爱 而且每一年你都觉得是初恋 原来跳舞其实挺不容易的 但这几年会让我们舞者 会过得越好 会在乎我们 我感觉是这样 我感觉是这样 我感觉是很感谢 我感觉是很感谢 从第一季就有开始看 我记得有一次 它是因为有别的舞种的老师 跟街舞的老师一起合作 完成一个作品 我当时从来没有想到过 就是现在舞能和街舞一起结合 完成一个作品 给我就是看燃了就是 我从五岁多 就开始跟着我师父开始练舞 今年已经十三年了 我能够坚持这么久 其实我不觉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就像我跳舞就是一个很巧的事情 去报的舞书 但是舞书没开玩 然后当时我跟着我表弟一起去学的舞蹈 就当时特别热爱 就是到那种 可能就是你平时闲下来都会想的程度 一开始跳舞的时候很兴起 然后跳着跳着 发现自己真的很热爱这一切 坚持到现在我跳舞了15年 身边的所有全是街舞给我带来的 所以我很感谢街舞 然后也觉得自己是个街舞者感到骄傲 我希望在这个第五年里面 能给观众一个崭新的面目 因为我们成长了 但是我们的观众也在成长 可能这对于中国街舞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五年 对于所有的舞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五年 但我希望对于观看我们这节目的观众 这种未来回想起来也会是非常重要的五年 就看完这节目 收获得不仅仅只是我喜欢的人 可能还是在于有一种情绪让我感知到 并且内化为我去面对问题的时候的一种动力 属于街舞独有的就是这种battle的意义 就是与困难去抗争 与强大的对手去抗争 而且我永远不会服输输的意义 给爱它 加油 挂 今年的 2 3 5 5 7 20 4